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,光哥回来了,我们继续 我想问为什么你会想第二集会在北京拍呢 因为我自从去年搬来北京之后 我有很多生活上的感觉和文化差异 我都会想在这个戏里呈现 今集我们反而想说一段感情 再重新开始是异地重逢 城市会成为了一个主角 你有没有想到我会再回去 你第一句会跟他说什么呢 爆粗骂爆他 刚刚的,我又没有见 唉 两个人以前有过一段感情关系 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大家会更容易摔着 张志明在电影中是做港广公司的 现在很多港广人都在北上发展 好 我觉得那东西挺接近我们香港 整个时代转型的一个大趋势 我当时是跟龚哥去脚底按摩 在里面的脚底下死了 无论工作和私生活上 很多香港人都会不停回大陆 做窗簾吧 你在想什么 宗教义自明是相与混合的 语言其实是需要克服的 特别是我的灯光、全哥 他的普通话是增加了我的自信 烂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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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低 春教义自明很多都是来自我自己生活中的 一些琐碎的经历 他很喜欢看一些很小微的东西 你看看,这个就是我了 我们一看 在演出中夹中 但与此同时 其实千万会觉得我们不是做的事 一直在这里是合适当中 你看看电影是不二重的 好,看看这些肉到了没有 指甲油有没有连 然后那件衣服有没有扣错楼 还有后面的路人的反应有没有望镜 他很重要 这里是否反过一些东西 是 为什么他会这么紧张生活的东西 因为我那种感觉是在生活中拿回来 如果那件事在真实里没有发生过 我觉得很难写到电影里 好 本身因为我是感情副二代 我从小到大很重 你爸爸很丰富的 我想只有四个能够和他匹敌 可以的 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听到很多 譬如说吃隔夜蛋会 我为什么要这么大来干什么 你很烦 我先出去出去 不不不不 你吐住了 你吐住了 好夹 我们打了你格格